这街坊邻居们都在这呢 太好了 我想征求一下街坊邻居的意见 你们帮我出个主意 你说我怎么生出钱顺风 这么一个败家孩子 太让我操心了 刚刚给我打个电话说 他们公司要选拔一个办公室主任 现在有两个人选 一个是小四 一个是赵铁丹 他让我来帮他把下官 帮他考察一下 你说这哪是当爹的该干的事 我对这两个人也不了解 是不是 这样街坊邻居们 你们帮我出个主意 是帮还是不帮 什么 什么 这有个乱子 这样啊 不帮的主党 帮你请公掌 你们是全世界最善良的人 我也是这么想的 哪有当爹不帮儿的道理 对不对 我出了个主意 我画了两幅 有问题的画 我看看这两个人选 到底怎么说 谁敢说真话 你们真的太善良的人 你们简直就是钱顺峰的再生父母 我决定从今天开始 钱顺峰就是你们大家的儿子了 记住啊 一会钱顺峰叫爸爸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答应啊 行了 我先走了啊 哎呀 哎呀 哎呀小四啊 哥 老哥是我在 什么玩意儿 讨厌吧你说 这一天跟了我一天了 也不知道啥事 跟着我干啥 哥呀 哎呀别叫我哥 什么玩意儿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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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四啊 咱不转了行不 我演运 我就问他 怎么着 咱俩是不是最好的兄弟 是 咱俩是不是从小一起光定长大的兄弟 你光着定呢 我穿着裤子呢 天了 我也穿着裤子 不是四啊 你今天到底要说啥 我就是想问你 我们办公室主任这个职位 你定下来吗 就我俩这场关系 你有这好事 是不是你得先考虑你兄弟我啊 你在考虑这个办公室主任的事啊 对 来来来来 来四 有个更重要的事我得告诉你 我爸爸一会儿马上就到咱们公司来 你爸是木贵英吗 啥意思啊 木贵英上墙头振振落不下呀 你今天咋的了 啥意思 我就是想说 我来你公司两个月 你爸来了六十多回 这么喜欢这儿住这儿得了呗 他要干啥呀 四啊 我爸这次来啊 是来帮我考察一下 谁能当这个办公室主任 啊 那我干爹啥时候来呀 想他了 谁是你干爹呀 你爸呀 你爸啥呢 你干爹了呢 陈生峰我就问你啊 是不是你爸从这么大点儿前 我就看着他长大的 说啥呢你没大没小的 不对 我口误哥 是我这么大点儿前 你爸看着我长大的 那是 那我叫他干爹有问题吗 没问题啊 这样啊 一会儿我干爹来 我必须给他准备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 行啊你看着办吧 陈生峰 爸爸 爸爸 这介绍里面的什么情况 别管那个什么情况 不要管那个事 赶爸爸 赶爸爸 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 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 干爹 我们是看星星 看月亮 终于把你老人家给盼来了 我的干爹呀 别的 别的 你把我放下来 你是我干爹都行 不行 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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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 你知道为什么不愿意见你吗 为什么 因为我一见你就抱我 我一见你就抱我 你拿我当小孩啊 什么玩意 这是 不是什么时候 我是他干爹了 刚成的 他想当这个办公室主任 这些都不要紧 主要干爹 你现在得 不是那个 重新回到这个位置上 干啥呀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什么呢 我们公司啊 一遇到重要的人来 就必须得有个音乐来 衬托他 我重要吗 重要啊 受阅 哎呀 看看 看看这老头 你看 我跟爹大家的前叔 英俊潇洒 光路偏偏偏偏 来呀 这时候他卡了个跟头 但是也不影响他的气质 依然那帅啊 停停停停停 小生会说话啊 云山雾罩的 冒烟故隆的 卡吧 你不想 那个不说两个人选 那个呢 哦那个 铁丹啊 来了 钱总 来来来来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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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公司的秘书 赵铁丹丹丹 哦 你这叫赵铁丹丹丹 你见着我 为什么那么平静啊 啊 你看人家小事 见到我之后 多么的热情 向干爹的学习 向干爹的学习 干爹辛苦了 干爹 行行 停停停 你看 热情那多热闹 是吧 嗯 我特别不清楚 为什么你见到我之后 这么冷静 那个爸呀 那个铁丹呀 刚离开大学校门不久 哦 小事会的这一套 他不会 哦 但是啊 在咱们公司 人家兢兢业业 认真工作 是个人才 是不是人才 我说了算 啊 来 打开来 哎 好嘞 这是啥呀 嗯 妈呀 爸呀 画的谁呀 这是啊 这不解容呢 张飞 这 等会啊 我问上那么一句 干爹 这幅画是你画的吗 是啊 哎哎哎哎哎 闻啥呀 什么想着你呢 什么景色 我是闻出了这幅画的艺术气息 麻烦呀 这怎么能是我干爹画的 啊 分明是世界级的艺术家的作品 不是 干爹你也不用跌到场子 你不告诉我这实话 这画真是你画的吗 对呀 画得太好了 这哪是张飞的画啊 这是 这不张飞的照片吗 好 干爹你信不信 就这个我给你拍卖了 能卖个天价 接个礼你们 下面我就要拍卖 我干爹亲手给张飞照的照片啊 下一万也要的呢 五十四三二十 五五五五 五五你自己楼上买菜吧 这话我收藏了 行了吗小事 拿过来吧 还挺能拍的 啊 张飞照片咋的 你见过张飞本人呢 哎 赵铁赛 你的意思 是我画的不好呗 恕我直言 您这幅画里有明显的错误 是吗 嗯 你看啊 那张飞骑的是乌追马 啥时候改骑牛了 那很有可能 张飞的大哥刘备有事 把那个张飞的马借走了 于是乎他骑牛玩玩不行吗 行 太行了 那个前世方 哎 你什么意见 爸说啥就是啥 哦 你还有什么说的 那你画的不是张飞 你看啊 张飞用的是杖八舌毛枪 啥时候耍大刀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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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张飞的大哥刘备 把他那个张八舌毛 那个枪给借走了 您是乎他把他二舌的大刀给借来了 往外出去耍耍大刀不行吗 行 太行了 那个谁 那个前世方你什么意见 我的意见是 爸说啥就是啥 就是有一个问题 咋都借给他大哥了呢 你管啊 谁敢的大哥老大 说你算咋的 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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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可说的 那 您画的也不是张飞 这孩子这么僵 来来来来 来来 下一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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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一副呢 这家伙长 你这孩子怎么会生日呢 你这 来来来来 哎呀 走 这又是谁 这又是谁 你这么一点文化都没有呢 这是谁 我告诉你 李白写的是 哪哪哪这种事 李白写的吗 等会儿 跟爹呀 这幅画也是你画的吗 是啊 又闻上了 来 闻出来没 闻出来了 这也是出自 那位艺术家之首的作品 怎么着 你等会儿啊 就是这个艺术家 没啥 一股嘎的躺味 哈哈哈哈哈哈 来 看看我们拍 卖李白的这个诗啊 小碩 你可行了 别拍了 你咋那么能扯呢 哎 你先别管他 你就说这画 画得怎么样 你这画的问题更明显 啊 我们都知道 这幅画的这个作者 永娥 是不是 他的作者是 洛宾王 啥时候成李白了 不是你 你到底什么意思吧 是不是 你看为什么 他叫 是李白呢 为什么呢 是李白呢 反正我就不管那些 我干爹说啥都是对的 啥就啥就对 你咋不咋说句实话 你咋没说实话 你过来 捋捋 给他捋捋 来我问你 李白就没见过鹅吗 李白有一天 出去遛弯的时候 看见鹅鹅鹅鹅 一共三只鹅 问这鹅 在湖面上 歪着脖子就问李白 你是叫李黑吗 李白啥提示啊 拿起鹅就给扔锅里了 从此以后 就有了铁锅炖大鹅 李白吃鹅的时候 萌生出来的一首诗 鹅鹅鹅 许相向天歌 你可拉倒 我这是两回事 我刚有你赵铁丹 关键是谁 我跟你说 别来那套 黑就是黑 白就是白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赵铁丹 你这个孩子啥都好 就是太匠 你叫这个汁干啥呀 你今天把我爸围好了 你让他高兴了 对你有好处 明白 没错 我是你们钱总他爹 是吧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难道我画错了吗 那李白岁数还大 他都错了呢 不是你这孩子们 说话上话肥的 这么有劲呢 别别别别 你别生气 别生气 铁丹啊 钱叔是钱总的父亲 你要把他得罪了 你以后怎么在公司混 哎 我来这是工作的啊 不是来混的 蛋蛋 你就不能学学小词 圆滑一点吗 啊 我跟你说 想不想当这个办公室主任了 钱总 如果要是因为这个 那我宁肯不当 对 说得好 我当 确实说得很好 这孩子 有骨气 有性格 有脾气 我喜欢 钱总 哎 我决定了 你这个办公室主任 还非赵铁丹不可 哎 不对啊 爸 赵铁丹可一直在跟你做对 跟你挑毛病啊 挑的对了 他说的都是真话 儿子 哎 看见没 你强上那几个字 诚信务实 对 这不是话在那摆的 你想一想 你选出了一个办公室主任 天天围着你转 虚头八脑 净说假话 有什么建议啊 意见呢 都不敢跟你提 你这公司还有什么发展 傻儿子 嗯 爸呀 我随你 一点都不傻 我惊着呢 为什么 我早就定下来了 赵铁丹就是咱们公司的办公室主任 不对 不对 担惯 担惯 那你还让我来到你这演这一出干嘛 我这个决定不是不敢告诉我二米粒吗 我明白了 天中心 你是在给你老爸挖坑 我是在替你顶黑锅对不对 没有啊 你不要把二米看扁了 哎 我相信二米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 是吗 只要你把他道理给他讲清楚讲明白 他一定会同意的 那你能 不是我关键我现在有点不明白啊 干爹啊 我先别叫干爹 你等我跟他把这个事交代完 把事交代完 哎 知道吗 为什么 你这个事他不同意没关系 你就说这事是我爸同意的 啊 爸 啊 你你你再说一遍 他如果反对的话 你就说这事是我爸定的 我爸同意的 好嘞 哎呀 好了 是 我就等你这句话呢 一会儿回家我就跟他说是爸定的 怎么你一小时候真是的 干爹你给我解释我的事 不是 你你先听我说 你别在那小嘴巴巴的 就你这张嘴 到任何一个工作岗位 也是不可以的 我那个关键 你这两个错话我都给你圆回来了 什么圆回来了 我又你圆吗 你怎么知道他是错话呢 哇 是啊 不是错话 啊 李白超诗 对呀 李白拿笔重新抄写了一遍 不行吗 哎 行 行行行 不是 爸呀 那你给解释解释 那这副张飞这咋回事 还扛着 张飞咋回事 张飞飞 不是 我告诉你啊 张飞飞跟张飞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是不是 谁还敢说我这两幅画是错话 谁敢说 没有 不 光不是错话 这还是精品的 我得收藏 没错 拿回来 办公室主任 到 来 给我表上挂我办公室里 好 令领导 哎 拿着 好的主任 给我先吃了 哎呀 哎呀 孩子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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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高了 太高了 这解决了我大问题了 哎呀 这个二米粒啊 这个二米粒啊 就是因为我们公司 有这么一个漂亮的照铁单 是天天吃醋啊 我就怕这个事 吃什么醋啊 啊 有一个女同志怎么了 哪个单位是光是男的没有女的 没有是 哪个单位光是女的没有男的 是 那会不对 想当年爸当村委会主任的时候 哦 我旁边这个女的吗 还是妇女主任呢 后来我们俩就好着了吗 啊 哎 这这这可不动糊涂 不是 哎呀 没听见啊 我的呀 爸你怎么当着结婚 邻居的面说这事呢 那说怎么了 她是你妈不行吗 她还成我妈了 哎呦 这事可不敢跟二米粒说啊 儿子 听爸教育你几句啊 哎 你现在身份不同了 是公司的老总 对对对 又是丈夫 又是爸爸 又是儿子 你还是个男人 是 一个男人一定学会担当 如果一个男人连担当都没有 他绝对干不成大事 是不是 你自己这个事 还得需要你自己亲口跟二米讲 去吧 我 我 我不行 哎呀 今晚你们都了解 二米 二米粒就是个驴啊 他真听我呀 我不跟你说了吗 你是个男人 现在我跟你说我主意 来 发挥你内心 内心的说说三遍 我是男人 我是男人 好 我是男人 好 我是男人 你咋那么恶心呢 有点气势 男人的气派 来 大点声 我是男人 好 男人 我 男人 漂亮 儿子 爸爸 勇敢的去吧 再见 等我胜利的消息 再见 哎 哎 打工回来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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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顶个锅干啥呀 爸呀 二米粒真踢我呀 玩毒的玩意儿 行 老爸陪你去 哎呀 我要的就是这句话呀 哎呀 啥玩意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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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